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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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聚会前都有敬拜团的人在台上面敬拜 是的 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聚会的时候 还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这个敬拜是最不可缺少的 就是敬拜与葬美 那么就是在我分享今天的建立敬拜的生活之前 那首先我就来分享一下什么是赞美 所以呢就是赞美就是夸张的意思 那就好像今天的敬拜团在前面 好美呀 是不是 耶稣荣美的形象在那里 所以呢就是说在分享这些 那我们赞美人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也很喜欢听赞美的话呀 你很帅呀 你很漂亮呀 那比如说我们在上班的时候 那上班的时候 我们最开心的就是除了工资以外呢 就是老板夸我们做得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开心 那老板赞美我们 那还有一点呢 我们有孩子的 我们在家中 孩子今天考了100分吧 那回家开开心的跟我们讲 那我们是不是说 你好棒啊 下次继续努力 那不可能说 下次考一个101分对吧 那我们就继续努力 所以呢我们来赞美他 等等之类的 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事情 那么除了这些生活当中的 零零碎碎的这些 小事的赞美以外呢 那我们今天更重要的是哪一位呀 赞美神 对不对 赞美神我们来这里干嘛 来这里 我今天为着小林来 还是为着牧师来 还是为着你们大家来 我们为着大家有一个 同一个目的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敬拜 对不对 那不管怎么样 好 那我们来赞美啥 这个是在一切之上的神 我们来赞美他 那我们怎么赞美他吗 我们就有 就以颂赞 歌颂 称雅 夸张的形式来赞美他 对不对 那么我们向着身边的小伙伴 赞美 我们的神的一窍的 一切奇妙的作为 那我们赞美的时候 不单单是对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供应的一切 但即使是我们在 不如意的时候 神没有赐给我们 所想要的一切的时候 我们仍要去学会赞美 虽然这个很难做 怎么可能做得出来呀 心中苦恼的时候 怎么会赞美 但是我们要去学会这样做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发现 自己与苦恼的时候 会不一样 那么因为 为什么 因为他是配得我们的赞美 因为他是主 所以呢 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心里有软弱 我们心中烦恼 什么都不想想 那不想去赞美 但是我们可以去试着去这样做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说不想去赞美 那烦都烦死了 哪有那么多时间里别的东西 可能会这样想 OK 那我们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所以呢 就是说 那么弟兄姐妹 我们要去克服 我们要去学习 如何去学会 敬拜与赞美 那么我们要赞美神 向神大大的来开口 让大卡的开口 称赞的时候 这是我们赞美神 最基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那也是我们 回应神最好的一种方式 那么 这种方式就是 我们外表可见的 像小金在那里跳 我们在那里拍掌 是不是 那会唱的就大声地开口 不会唱的 手无主导 举手会吧 对吧 我们手都可以举高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些都是我们赞美神 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站在那里 都不动的话 我们最起码 不会唱 不会跳 不会拍掌 我们最起码 会赌这些吧 我们可以 他们唱 我们赌呗 所以就是 不要站在那里 我们都没有一些 任何的回应 其实 我们不是说 做给别人看的 也不是说 做给我们身边的朋友看 突然旁边有个帅哥 我不敢跳 跳楼很难看 所以呢 不能这样子说 所以呢 这些都是 不要不表现出来 我们要表现出来 拍拍掌 走 脚移动一下 这些都可以 对吧 我们活动 活动筋骨 是吧 所以呢 如果你的表现 不表现出来的话 那就称不上帐美 真的很严肃的 就是不是在帐美 你就是在那里看 看电视还会有笑 可能你都没有笑 所以呢 不管你的帐美 是否开口 都要是 外在可见的 那别人可以察觉到 你的帐美是在进行的 那圣经当中说 用神喜悦的方式 来进行 举手帐美 虽然我们很多人 迈不开这一步 但是总会有 那一步要迈开 所以呢 每次敬拜的时候 我们看看 身边的人 你们动 我也大家都动吧 不要不好意思 不动 所以天气冷 动一下 筋骨也会火动 要不然很容易扇着 那么就好像说 就好像我们在课程当中 我们有修学分的 还有不修学分的 我们都知道 你们都有 从头到尾都有看吧 很搞笑 刘牧师就说了 不要觉得旁边的人 不好意思啊 人家都忙死了 拜托 谁会看着你啊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大家自己 敬拜 向神敬拜 不是向我们身边的人敬拜 没有人看我们的 所以呢 就是说 就神看我们 我们要去 在他的同在里去做 所以 神喜悠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用我们真诚的心来赞美他 所以赞美是发自我们的内心的 不是为着某一个人 不是因为我今天穿得很那个 不能移动 是吧 所以 真的是 很多原因在里面 不要 这些都不是理由 所以呢 我们敬拜赞美神 是我们内心自然的一个流露 所以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敬拜 一个生活的优先秩序 来到神面前的途径 所以这节经文 就是说 当赞美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赞美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在这里的时候 透过敬拜 来到神的面前 虽然我们有时候 心中会有这样 或那样的低谷 我们仍然要称颂 仰望神 不管我们身边的环境 怎么样 都要赞美他 那么学会 时常为我们身边 所欲的一切来赞美 不单是我们自己 所欲的事 比如说 你今天 身份赢了 那我们来感谢神 你们有什么好事情 大家一起来分享 感谢神 所以呢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 一种操练 认识神的一种方式 特别是在聚会的场所 我们今天那么多人在里面 我们会众可以同心合一 以不同的方式敬拜 那不同的方式 就是刚刚我说的 就是举手赞美 拍掌 不同的方式 你可以在那里唱出来 高声地唱出来 只要大家都高声地唱出来 我们整个会场的气氛 就会被带动 所以呢 赞美的音符在空中飞舞 这点也有 所以我们的音符 赞美的声音 真的要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赞美的声音 直达到神的宝座前 所以最能帮助我们 把心举向神的 神因为本应与我们 就是与我们同在的 祂本来就是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动工 所以让我们感受到 神真实的同在 还有第二点 就是呼召我们的心意 主呼召我们的心意 那么主呼召我们的心意 我们都可以来说三点 因为主呼召我们怎么样 祂说是叫人来到祂那里 所以要尝和自己同在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神要呼召我们去靠近祂 来来到祂的面前 那还有怎么样 第二点就是 神要差遣他们去传道 还有叫他们去赶鬼 给他们权柄去赶鬼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去靠近祂先 你不去靠近祂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要说了 所以那主 那么主就是对我们的心意很明显 就是来靠近祂 那么还有 我们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 祭司的主要职者 那祭司是谁啊 那我们想听到祭司 是不是以前的先知祭司 在那个圣殿祭司的那些人呢 那不是 我们现在是在新约时代 我们是新时代的女性男性 所以呢 以色列人 当时就是说 在这个迷失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说 在当时 祭司立位人 杀都的子孙 仍看守他们的圣殿 所以呢 就是说 神说他们必亲近我 侍奉我 并且势力在我的面前 就我们要亲近祂 事奉祂 势力在祂的面前 所以呢 我们基督徒在新约时代 人人都是祭司 我们大家都要知道 我们人人都是祭司 不可以说 这个是牧师的责任 你们的责任 师方的责任 还有我们教会 事奉人的责任 与我不关 我只是来看一下 我们又不是看电影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不能这样说 当我们每个人 在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都应当要侍奉神 我们就会明白 个人 我们自己在聚会当中 作为祭司的主要职责 我们都要去侍奉祂 去亲近祂 势力在祂的面前 不是他们的事 是大家的事情 所以呢 接下去 第四点 牧师上一个 对 基督徒嘴唇的果子 嘴唇的果子 那顾名思义 我们当然是要 我们从嘴巴里 说出来的话 那我们说出来的话 有两种 一种好话 一种不好的话 是坏话 那还有 我们就是说 神应当让我们 靠着耶稣 常常以送账为祭 所以呢 我们要结出 这个嘴唇的果子来 那每当我们 会埋怨的时候 心中赞美的话 就不能讲出来 那送账的果子 就更不能再提了 就不能解出来 那相反的 那么如果我们 有一颗赞美的心 我们就不会 有埋怨产生了 那怎么样呢 教导我们基督徒 在生活当中 应当要结出 送账的果子 我们那些 不能结出 送账的果子的 我们要堵住 那些埋怨的果子 堵住它 我们自己去堵住它 怎么样去堵住 我们自己来恳求 是吧 自己来恳求啊 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是吧 那我们真的有时候 不管是谁 我们都会有埋怨的果子 真的 因为人一生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有高伤伯底谷都有 所以我们要堵住 那些埋怨的果子 让这些送账的果子 在我们的心里结出来 那还有第二大点 接下来 接下来第二大点 圣经中敬拜的榜样 那圣经中敬拜的榜样 有好几种 第一种是 亚伯拉罕在家中敬拜 那亚伯拉罕在家中敬拜 下面的经文里面有讲到 那敬拜不单单是在圣殿当中的敬拜 我们除了礼拜天 主日跟四方的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以外 开心以外 我们还可以在家中敬拜 家中我们可以自己个人的敬拜 也可以带着孩子们 家人们一起来敬拜 那也要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 是吧 那还有一点 第二点 大卫在殿中敬拜 在圣殿当中的敬拜 你看这个大卫在圣殿当中敬拜怎么说啊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因你公义的点 张一天七次赞美主 我们几次赞美主啊 七次对吧 那我们有没有七次赞美主 没有 那大卫在 大卫就是不断地在殿中就是来赞美 而且一个人他还七次赞美主 那看看大卫这样是不是好喜乐呀 一直在赞美主 大部分的时间 对吧 那一天七次 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次敬拜的了 那么七天一次差不多 是吧 今天结束了 好了 下周再见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是否可以血向大卫 有感动 我们可以一天多次地来赞美主 那么我们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赞美主 那有些人可能刷牙洗脸 穿衣服赞美主 多开心 穿个衣服都唱歌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我们是否可以血上来 血大卫这样子啊 那让喜乐的种子 借着美好的早上带给我们 让我们赞美神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从早晨建立起来 还有我们第三点 约沙法 在战场中敬拜 那约沙法在战场中敬拜 所以呢 这些经文呢 我经文就不读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呢 约沙法派师哥队在跟摩亚打仗的时候 就唱师哥敬拜神 敬拜就是唱歌的这个队伍在前头 所以相信神的 这个我们敬拜团就是在前面挣扎 敬拜就是武器 所以呢 信神的 我们神就必定立文 就是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 阿们 所以呢 我们真的要这样子 还有第四点 保罗 他怎么样 在狱中敬拜 被逛进监狱里了 还有心情敬拜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保罗在监狱当中 歌唱赞美神的时候 这个锁链就打开了 那锁链打开了 他就得着了自由跟释放 所以呢 这也告诉我们 怎么样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都要赞美神 记住要在各样的环境 要赞美神 不要觉得这是无极之堂 不是无极之堂 所以在困难当中 是当然不可能的 我们不仅在家中敬拜 他就是说 要尽量我们在心灵上 不管是受到了挫折了 也是要敬拜神 这个真的要去学习 还有第五点 丽雅在心灵中敬拜 丽雅在心灵中的敬拜 有几点呢 就是说 那丽雅在心灵中的敬拜呢 我简单说一下 丽雅就是雅各的太太 对不对 那丽雅的太太 她就是因为被丈夫忽略 所以心中有很多年的穿伤 那丽雅她在心中赞美神的时候 希望期待她的丈夫来爱她 向神述说她的一切的忧伤 悲苦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说她心中十场赞美神 最后她生了好几个孩子 然后她的神也得到了 就是她也得到了神的垂听 让她的心中赞美神的时候 得到了自由跟世霸 是吧 那么还有 接下去我们第三大点 在内世当中的敬拜 所以在内世当中的敬拜 我们大家都可以去 每天都赞美 默想 聆听 还有用各样的知识来敬拜 那主要的这四大点 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么第一大点 第一点就是赞美 那赞美怎么样呢 就是当有诗章 宋词 林哥彼此对说口 唱心和的赞美 我们有时候的诗歌 都是来自于我们圣经嘛 所有的诗歌 都来自于我们的圣经 我们没有说 自己去编造一些出来的 所以当有诗歌 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赞美就是我们的良药 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都要赞美神 使我们心情愉悦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很重要 因为谁都不想 每天的心情不好 对吧 每天开开心心的多好啊 所以实在 没有什么可赞美的话呢 我们也要学会去顺服神 求神的带领 我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要去顺服神 求神带领祷告 第二点就默想 默想怎么样 不知道想什么呀 我今天没有什么可做的 对吧 那我们静下来 花一点时间 好像我们赞美 敬拜团 敬拜之前 是要大家同心合一祷告 祷告求神的同在 所以呢 我们花点时间祷告 然后默想 我们进入神的同在里 来思想神的话 或者思想神的名 我们今天 比如说 有人可能被疾病困扰 我们来思想 耶和法拉法 是一支的神 来拯救我们 身上所有的痛处 来抚平我们的一切的伤痛 那么神在我们身上 想想神带领我们每个人 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安排 感谢祂一路的带领 特别感谢 让我们每一位 在这个疫情的困难时期 带领我们度过 每一个高山跟低谷 还有今天的路很难走 大家都要出行 都要注意安全 所以你看 大家都 这样恶劣的天气 我们都能够来到祂的面前 为了我们大家来感谢主 所以第三点 聆听透过神的仆人 就透过神的仆人 第一小点 第二小点 透过神的话 第三点 透过心中的感动 第四点 透过环境 那么透过神的仆人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自己学会去聆听 留心听神的声音 牧师的讲道 我们都要学会去记笔记 这个很重要 我们人过来了 我们要把笔也带过来 还有纸也带过来 是吧 我们把所听的 有感动的 我们都要记下来 方便我们再去温习 我们可以训练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有时候讲道 听完以后回家 真的是很容易都忘记 感觉今天讲道好美呀 但是就想不起来呀 怎么回事啊 所以就是说 这些都是很容易忘记的 我们有时候记忆 只有短暂的一点 等一下做了别的事情 就忘记了 所以第二点 透过神的话 看圣经 读经 祷告 可以选个时间 或每天 乘起可以看我们的圣经 还有手机当中 现在很方便 手机当中软件都有 我们都可以重复读神的话 但你重复的时候 我们相信都会有不同的灵兽 我们不同的灵兽 也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习惯 我们每天透过神的话语 就是每天吃早餐嘛 那你还要透过神的话 每天神的话也是我们的灵养 每日的灵养 所以呢 我们都要透过读神的话来建立我们的习惯 也时常让我们能够得饱足 我们接下去要进食祷告 对吧 我们可以选个时间 是吧 我们可以透过进食祷告 读神的话语 我们也能够得饱足 对吧 是吧 所以很感谢 那第三点 透过心中的感动 圣灵透过心中的感动 向我们说话 那透过意念向我们说话 有可能就是说 比如我们心中对某个肢体的一些帮助 或者教会的一些需要 去奉献或者去服侍 我们哪一块方面需要的 所以这就是透过我们的意念 神给我们的一些意念 那还有一些是先知 透过很多这些图像来看见神 对吧 所以呢 还有第三点透过祷告 我们先知或者牧者 还有我们为弟兄姐妹的祷告 那牧师们可以祷告的时候 可以看到对方弟兄姐妹们的这些难处 痛处 或者是他们的感同身受 这些都是一种心中的感动 还有第四点 透过房镜 那神有时候会为我们光上一上门 必定会为我们开启一上床 对吧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经历 但是你要去细细地去感受 有时候你没有去认真去思想感受的话 你可能会没有这样的一项经历 所以透过学习任何一个环境去求问神 不要去责备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也没有为什么 所以呢 学习要问神 我们接下去要去做什么 事情发生了 为什么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我们要去向神问 我们接下来能够做什么 能够弥补一些措施吗 那个不好的东西吗 所以第四点 用各样的知识来敬拜 就是我们接下去 我也希望如果弟兄姐妹第二堂在的话 我们可以用各样的知识来敬拜神 是吧 我们不会是说在那里 随便的大喊大叫乱叫 是吧 我们要透过我们心中的感动 去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 无印不全 没关系 我也无印不全 所以呢 就是说 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来试试 学习用各样的知识 举手拍掌等等 在家中 我们也可以去尝试 花十五分钟的时间 来操练自己 到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不一样 你做放西衣服 可以放一个音乐厅嘛 戴着耳机嘛 这样都不浪费时间 对不对 十五分钟一下就过了 一个菜可能要二十分钟去做 那么好吧 我们就会真的会发现不一样 对吧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可以对吧 开车也可以 我有时候开车都会开音乐 是吧 所以呢 我放了一个电瓶以后 蓝牙连接不上了 每次等我开的时候 一播放 出不来 要有手机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 还有第四点 在生活当中的敬拜 学习向心来说话 那么大卫说要向心来说话 这也是大卫在各样的环境中 喜乐的这些秘诀 不管我们每天生活工作任何的困苦忧虑中 我们都应该要效仿大卫 向我们自己的内心来说话 还有 学习与众人一同敬拜 第二点 与众人一同敬拜 就是我们今天在主日与众人一同敬拜 首先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参加与众人一同的敬拜 那么我们会发现每当我们敬拜的声音响起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深处是不是有不同程度的来 被触摸到啊 对吧 所以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来敞开 全人全心的来敬拜 我们自己亲身去经历神荣耀的同在的时候 那神就会在我们当中 那么第三点 学习顺服神 学习顺服神就是让基督徒们知道 敬拜乃是我们信仰与事分的核心 也望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能够成为灵力更新的敬拜者 要更新敬拜 神命令我们赞美不是为了要祂自己 而是让我们在里面有所改变 使我们与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跟别人没关系 我们与神一个正确的关系 我们也应当要谦卑自己 我们的信心如果要是成长的话 想要成长的话 我们必须要养成一个敬拜的好习惯 不管在会中还是在家中 或者是在任何的地方 这对灵性成长非常的重要 不开心的时候唱歌 把不开心都认掉了 那我们合逐心意的敬拜 必须要有祷告 要有感谢 要有赞美 要有敬拜 所以没有这些的话 唱歌再怎么好听都没有用 长得再好看也没有用 敬拜就是要有敬畏之心 所以敬畏之心的一个礼拜 就是当我们用心灵跟诚实 来献上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回应神的爱 Amen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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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 那我们一起来祈礼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来 谢谢你 给我今天25分钟的时间 也希望能够在这里 25分钟的分享的时间当中 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有所得着 也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能够来实行我们一个 建立敬拜的习惯 不管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家庭当中 还是在任何的场所 当我们真的是 有心感动的时候 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 向神大声的来赞美主 主啊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你的喜乐 你的同在 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更新 我们每天的灵命 让我们把救我给脱去 感谢主 以上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Amen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于你 愿耶和华向你养脸 赐你平安 感恩感谢祷告 靠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请坐默导 再见